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我们使用灭火器来扑灭小火的原因 灭火器分ABC三类火灾 A类指普通液燃物 如纸张和木质片 B类指液燃和可燃液体 如气体 C类指电气火灾 如烤面包机或搅拌机 要使用灭火器 请记住Pass Pull 拉 Aim 目标 Squeeze 挤压和Sweep 清扫 拔出箱子 瞄准火源根部 而不是火焰 压动开关 然后对火源根部进行扫射 拔出箱子 瞄准火源根部 而不是火焰 压动开关 然后对火源根部进行扫射 要记住的一些要点 始终在您与火之间留一个出口 如果火势增长太快 太大而无法扑灭 则离开这个区域 如果您在室内 一路把门关上 将灭火器放在方便拿取的地方 小火会迅速蔓延 总之 灭火器用于扑灭小火 切勿尝试扑灭大火 而将自己置于危险当中 财产可以取代 而您不能